明明是我们要去呛马的 不要搞到后来变成挺你陈水扁了 但是呢 昨天陈前总统第二度的发表声明 哦 动作很大 话讲得很硬 硬是要把他的心 跟大家绑在一起 说我没来没关系 我的心跟你们是到底 哇 这样子一来的话 是不是整个就被绑架了呢 大家又想到说 今天看到他 这个又多了更多的账目了 还有又爆料说 你真的有拿钱了 这么多的越来越多爆料 会不会影响体育的民众 来参加他们的心情或是想法呢 这个游览车已经在增加当中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明明听到了 连叶玲玲都戳破了 前第一家庭的谎言 还是宁愿相信阿宾 830呛马 台中市发动40辆游览车 北上试试人数只会增加 不会减少 不是啦 我要不要过去 陈前总统28号下午发表 一份引领台湾 回到正确方向围体的声明告 表明自己无法参加830 但心跟大家在一起 这看在挺绿民众心里 满满感动挺扁到底 对啊 这早就报名了 我们本来说 结算说一台名 到我现在变四台人 怒吼就是这样啊 怒吼 要过台湾 对吧 过台湾人 过资款嘛 我们的资款要过台湾要过 只是司法查出前调查局长叶胜茂 吃案加上吴淑珍的李专 叶玲玲说国外的钱不全是选举的 结余款 再在戳破前第一家庭的谎言 相信司法还是相信阿扁 听绿民众自有一套说辞 说服自己 我配合主席跟大陆主席 他们这么认识 他们都在这些买买的 830名为呛马 但随着陈前总统这份声明 让整个呛马活动转为停扁大会 在这群民众眼里 呛马与停扁哪有分得这么清楚 主任新闻 廉家庆 台中采访报道 报道 报道 报道